故事是嘎嘎精彩 喜欢听的给老弟来关注 来个赞 爆全了 咱们书记上回讲到 在当天早上 周小斌刘汉和郑小斌 还有郑绍东 在这个北京国际机场 也就要飞往这个广东珠海这边了 为这个郑绍东 那个公海赌船啊 解决这个抽啊 就老千 这个让这个赌船 三天赔了12亿这个时间 你看在这么当天 10点多钟到11点之间 也就来到了广东珠海的拱北 这边你看在岸边 正要上船的时候 这郑绍东对周小斌就说了 小斌呢 这样 你呢 似不为我办事 但是 我这个身份特殊 我就不上船了 把你们送到这 这边呢 你也是以你的方式 去解决我的思想 啊 你也轻点 下话没说 以周小斌的方式 去解决这个思想 他能轻吗 只是嘱咐一句 那么 这周小斌说 你果真不上船了 说这个 我就实话实说 咱俩也不是外人 我这个算贩 特殊 如果我真出事了 我就一了百了了 没有赢给我兜着 但是你周小斌不一样 你 我希望你上船 稳当点 但是你即使真出事了 也由你老爸给兜着 哎 郑绍东说的都是实话 也不掖着肠着 也不跟你玩计谋 你提 计言替我办事了 把这些事都说明白了 小斌说 这样吧 好招呼了 你就去吧 这边 巴巴 也就上到这个赌船上了 这个时候 连超 整的排面挺大的 整十多个 啊 给这边站牌 一列欢迎 连超也是连连握手 说这个 做工者 你来了啊 这边呢 郑绍东的朋友 也就是我的朋友 感谢你前来 为我处理这个事情 这边呢 我跟郑绍东 还有黄光玉 我们仨 开这个赌船了 也是公平公正公开 每一个赌客 在这里赢的钱呢 我们必须都让他拿走 而且是安全的拿下船 但是就是这三天呢 来自广东的一个佛山啊 这个叫做沙王的 身价一百多亿的 在这三天赢了十二个亿 这边呢 也是麻烦你啊 给处理一下吧 在周小斌也说了 说这个 连超超 这样 郑绍东是我的朋友 这个事情 我绝对给你处理好 但是我把丑话 说在前头 第一 我周小斌不赌 第二 我更不懂得 这个 赌 就数 那么 至于呢 我查好 查坏 如果 说 我说对方 是 凭运气赢的 你也得信我的 我转身就走 如果 真有猫腻的话 咱 另当别论 连超 说 行 那这样 里边请吧 啊 也是给开了一个最豪华的包间 这边你看周小斌 跟前面走着 这刘汉 跟后边也是 讲话给拎个包 这那的啊 没事 也给捶个肩膀 周小斌这两天 精追也是不好 然后 这个 郑小斌 千王之王 在后边戴个眼镜 扶扶眼镜 也就这个场景 爸爸 也就来到了豪华包间 你看这个时候 也正值中午的饭点到了 好酒好菜就给上上了 连小超啊 也是短暂在这里边 陪一下 然后 主要也介绍一下啊 这个 郑小斌嘛 周公子说 这个是国内的啊 有名的千王之王 你们认识一下 连小超 跟这个 郑小斌 也认识一下 这个是刘汉啊 然后呢 你看爸爸 简单 喝了一杯酒 这边 连小超也说了 而这样 周公子 还有各位啊 你们今天下午 先搁着休息 我这边呢 稍微 我得出去忙一下 然后就私陪了 周小斌说 你忙吧 这边 你看 也就分开了 那么时间很快 就来到了晚上 七点多钟 哎 七点钟嘛 那么 这个连小超啊 又回到这个豪华包间 说这个 这样 周公子 赌船已经开了 马上就进行 这个下边赌了 然后那个广东佛山 这个叫做沙王的 这个赌客也到位了 这样吧 让这个 这位兄弟 也是叫做郑小斌的 随我到监控室 先看一下吧 啊 找一下猫命啊 周小斌说这样 郑小斌呢 你先跟着去 说冰公子 那我去了 啊 我去吧啊 一定要严格的给查 啊 但是绝对不能冤枉 对方啊 啊 你看 整的挺明白 这边你看 连小超就把郑小斌 给带到了监控室 你看这大监控室 各个角度啊 这有这个啊 就这个特写 眼睛 鼻子 嘴的 各个角度都有 这个时候 这当时 郑小斌 就聚精会神的 搁着看呢 这边就看 一直从晚上七点钟 咱讲话来 看到晚上九点半 这边呢 这个叫杀王的 期间有输有扬 赢个五六百万 输个七八百万 赢个七十八百万 这郑小斌呢 这一丑 一点毛腻也没有啊 你看周小斌这边 当时 也要在包房里 就有点着急了 这两个半小时了 刘汉 他是去项面了 还是去看首相了 看这么久 这样 咱们也过去看了吧 这边 也从这个豪华包间 到这个监控室了 你看连小超就跟旁边 也跟着啊 时不时过来盯着 周公子 你过来了 好 这位兄弟 看了两个半小时了 啊 也是 没有发言 讲话 是说话 也是画的又画的 怎么看这么久啊 啊 这边周小斌就过来了 啊 郑小斌呢 你看他怎么样了 有没有看出端倪啊 我没有 一点端倪都没有 周小斌这一看 这样 连小超啊 现在叫这个沙王的 他赢多钱了 连小超说 周公子 对方大概赢了五千多万了 周小斌当时瞅了瞅 郑小斌 因为想了想 之前 连小超说的话 说都两个半小时了啊 也没自称 说这个郑小斌吗 当时周小斌 因为 连小超 就有些着急了 这玩意儿 虽然我不懂 但是 也不能就这么 过于着急啊 当时周小斌就说了 而五千万 这样刘汉呢 人五千万能看出来端倪吗 刘汉当时一愣 戳不及防啊 讲话 兵公子怎么能问我这话呢 我虽然是赌徒 但是我不是赌王 面对郑小斌 和连小超这两个赌王 我能说看不看出来吗 说那个 兵公子我哥 周小斌说 我问你话 到底能不能看出来呀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这不就结了吗 这样 连小超啊 你放心 我们郑小斌 如果真有端倪 一定会给你看出来 这样 郑小斌呢 你再宰着继续看 宰给看两个小时 这边你看甜点和咖啡就准备好了 周小斌跟刘汉也就回到包房了 这边 连小超也不好说什么 心想着找的是谁呀 那继续看吧 回到包房里了 当时刘汉 他跟周公子说了这一番话 说 兵公子我哥 这样 你刚刚问我的问题啊 也是让我触步及防 我这边呢 我充其量也就是个赌徒 这边呢 他俩都是赌王 我呢 在他俩面前 我就等于是瞎着一样 我是以我个人主观意识 来回答你的问题 我也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这边呢 所以说 我说看不出来 其实 如果真有端倪的话 应该能看得出来 但是 可能是没有端倪 什么意思呢 就说刘汉寻想 这 郑小斌 是我给你周公子推荐的 别到后来 整得我办事能力不行 啊 这边刘汉也是在探话 然后又说到了 兵公子我哥 我看你的意思是 特别百分之百相信 这个 郑小斌的能力 我想 问一句 为什么 周小斌说到 而刘汉呢 我看音是非常准的 这边呢 这个叫郑小斌的 第一外号是千王之王 第二 他 这个人 是扫言寡语 对我周小斌 也是非常的高冷 而我周小斌 这个人是高调 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个人呢 从我的言谈举止 而他的 这种行为古怪 我能 体会到这个人 骨子里透露出了 一种天才的信息 也就是说 高冷的人 扫言寡语 必定有 大的内秀 所以我相信他呀 这边 刘汉这一看 别过这我哥 这一听 这心里还能有点底 我给推荐的郑小斌 又调侃一句 说 你看我高不高冷 我有没有内秀 周公子当时 哼了一声 就是没有 我问问 我也不是高冷眼 我也没有什么内秀 这样 周公子说 别拼了 这颈椎难受 给我按一按 你看刘汉就夸夸 给来着按颈椎了 这郑小斌 隔着监控室里边 看了 又看了两个多小时 那么晚上11点半 也没看出来端倪 这边 刘汉给累完了 这边夸夸 给按了两个小时 这个颈椎呀 你看当当当 这个包房门就响了 连小超来了 连小超当时 你看监控室看一会儿啊 这个赌场里又去 维持一下啊 这个那的 这边 那么11点半 连小超这一咖 这杀王 之前赢了5000万 这又赢了1.7亿 加起2.2个亿了 爸爸也就来敲门了 急促声 当时周小斌说 进来 连小超就进来了 说这个 周公子呀 四个半小时了 说这位兄弟 还没有看出来呢 这边呢 那个叫杀王的 又迎走我们 1.7个亿了 当时又要着急了 周公子当时这一天 这着急 也是有情可原 这样 我再到监控室去问一问 这边又到监控室了 呃 郑小斌呢 你到底看没看出来 有什么端倪啊 郑小斌当时 非常疑惑摇摇头 一点端倪都没有 真的一点端倪都没有 周小斌说 这样 连小超老板呢 而这位兄弟 要是说没有端倪 那人家就是凭运气 赢的 这连小超当时这一天啊 说那个 凭运气 这样吧 那个 能不能下赌场啊 我给拿五百万筹码 你到现场去看看吧 郑小斌说 这样吧 我下去看看 啊 我也非常的好奇 按理来说 对方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运气 也就是说我到现场 再仔细观察一下 现场的情况 你看当时呀 这连小超 就把郑小斌 领到了现场 周小斌和刘汉 当时回包房里 还要去弄凉吧 周小斌说 你在包房里待着 你看 到这个赌场里边啊 这来到这个沙王这桌了 当时对面就四个人嘛 这个郑小斌对面 连小超哥旁边站着 这边郑小斌过来 你看也不好不压啊 过来是官模 但是夸叉 也是随手 扔了一百万 也就输了 输了这边你看 郑小斌又观察一会儿 又压这个桩 压桩 你看对方也就不压了 这边你看 这郑小斌又压闲 对方你看 又抽了一根滑着 这郑小斌随后 也就不压了 钱也输得差不多了 本身就是四态性的 这边你看 最后一手啊 对方这四个人 隔着装上压了五千万 这边你看一开牌 啪叉下装赢了 这当时 这郑小斌 都是隔着监控器 那边也看了四个半小时 这现场又看半个小时 眼睛也都直够了 也没看出个端倪来呀 对方你看三个人 这么一运作 最后 这一个大单子五千万 也是全场压的最多的 又赢了 这边你看 加之前赢了2.21 一共是2.7个夜 当时这四个人说 也是时间不早了 晚上12点了 我们回包房去喝喝酒吧 你看当时也就不玩了 就走了 这边郑小斌 始终还没有看出来呢 葛这边晒了五分钟 四分钟 这连小超葛旁边都急的 也不敢问啊 这边毕竟思考 这一个也是邹小斌领来的 当时郑小斌 11分钟以后站起来了 说 没有端倪 连小超第一丑 我2.7个夜都出去 没有端倪 这样吧 回包房找周公子吧 这边 你看就回包房了 周公子当时在包房里边 已经躺着要睡着了 刘晗革在旁边坐着 当当一敲门 当时哗嚓急促声吗 这边刘晗说进来 他俩也就进来了 连小超和郑小斌 这边 这边郑小斌说 编公子 我在现场又看了 确实对方是靠得运气赢的 没有一点端倪 周小斌当时 一些起来了 瞅一瞅 啊 这个 郑小斌说的话 又瞅瞅 连小超的脸色 当时也没有说话 刘晗这边 也是给拉个圆场啊 呃 这个 连老板 今天晚上 你们堵船 被他赢了 多走 连小超说 之前5000万 1.7个亿 刚刚在赌场 又赢了5000万 这边呢 郑小斌呢 在赌场 也压了500万 也不是刚才说了吗 没有端倪 今天晚上 一共输了 2.75亿 刘晗当时 这一手 也就再没有说话 毕竟输这么多了 你说没有端倪 这边周小斌 又把话差接过来了 也是表示不好意思 呃 郑小斌啊 你但说无妨 就是说对方 真的是靠运气 还是有端倪 你就说 这郑小斌说 周公子 确实一点端倪都没有 我这个 以我多年的经验 和我这个段位 我向你周公子保证 这边如果 再信不着我 你们另请高言 我也知道 今天晚上 你们把所有的希望 寄托在我身上 我这边 可以说 我剁双手保证 剁双手指头保证 绝对 没有端倪 周小斌倒是这一条 行了 剁什么手指头啊 啊 没有端倪 就是没有端倪 这样连老板 你开这个赌场啊 人家赢多少 你得拿得起 确实 这个是 这个千王之王 已经是最高级别的 他要是说没有 端倪 就是没有端倪 这边也就是 凭运气赢的 这连小超 当时哭笑不得呀 这心想 这找了几个爷过来呀 啊 那个 周公子 你借过来 说句话 这 郑小斌说 不用急 我马上离开这里 回到自己的包房 你看当时 这 郑小斌走了 这 连小超说了 那个 周公子 这个人能靠得住吗 就说 你掩饰多久了 周小斌说 这个人 我是昨天刚掩饰的 但是我感觉 比你能靠得住 啊 那个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说 啊 那个问问 啊 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啊 双方都有点不乐意了 你看连小超就走了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也是在 十二点多钟半夜了 就把电话 他给了郑少东 郑少东当时这一家 连小超说 郑少东 你给我听着啊 你我 还有这个 黄光玉 我们杀 主团包这个 这个 赌船 你那是 主要负责自安的 你看你今天晚上 你找的 这周小斌 领了一个千王之王 来了 我们现在 已经输了 二点七个亿了 他拿了五百万筹码 到现场又 又给输了 说一点多 你没有 对方是靠的运气 这五百万 倒是不当回事 啊 可以不说 但是就是说 你走着周小斌 我也知道 他这个段位 我也演不起 但是你就说 咱们不找个爷来吗 是解决事的吗 倒是演技演了 这郑少东这一听 那个 连超 那个 那个千王之王 在北京 我也看了 这个人 脾气比较古怪 我看 差不多 可以信着 咱一个呢 周公子 他 不能给我塞台 这样 咱等一等 船不是没靠岸吗 咱等一等 我行了 二点心意都输了 行了 我就跟你发发唠骚吧 你才请个爷过来 啪啪什么一挂 你看郑少东当时 这一看 这怎么办呢 你说查不出来 这赌船就得黄 我给周公子打个电话 也不行了 万一打了 知道周公子的皮线 周公子呆不帮查了 没有其他的淫选了 你看当时 这个郑少东 也就给周公子打电话 周公子也就睡着了 直接来到下半夜 四点多钟 当当当 急促的敲门声 这个时候 你看 这当时说谁啊 说 我是郑小斌 郑小斌 进来 郑小斌当时说 那个 宾公子睡没睡啊 刘汉说 宾公子 刚要说话 宾公子醒了 说谁啊 郑小斌来了 当时周公子也是一宿没睡觉啊 心里这个事也是吊吊的 毕竟四天输了 这将近十五个亿了 他不可能没有端倪啊 但是周小斌已经说了 我信到这个郑小斌了 你看 当时 也不能说什么 这个时候 郑小斌也是过来送喜讯了 说这个 宾公子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周小斌说 你赶紧说 你想到什么了 说对方 可能是用的高科技 周小斌说 讲真的 用高科技也好 手法也好 你想到了 你能不能 给拆船了 说我 这个回到报房 我一直也没睡 我正在揣摩 以及推拿 这边 船没有靠岸 然后呢 我这个 一会儿再赌的时候 我再试一试 周小斌说 你讲真的 到底能不能行 说 差不多 如果这一次 真不行的话 看不出来 我这么赌往前往 我也就不干了 就是说 我没办法吃这碗饭了 说 一定行 阿翔 当船靠岸之前 再赌 你再给查 阿翔 你看接下来 就要查这种高科技了 你看接下来 故事嘎嘎精彩 咱们下集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